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国道涌现了大量车潮 高空局预估今天的交通量会到达104百万车公里 并且指出了全台九大的塞车路段 特别提醒用路人一定要上路之前特别注意了 同时明天即将迎来开工日 气象局也指出从3号开始 这个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减弱 因此全台湾的温度都有机会回升了 各地高温有机会都来到20度以上 民众衣服包紧紧撑着闪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一月二号最低温落在南投中寮只有九点七度 北台湾整天偏凉冷 桃源以北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夺云倒晴 然而元旦假期结束 开工日即将迎来好天气 明天以后也就是大家又开始开工了 礼拜一到礼拜三 也就是三四五这三天 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是逐步的回温 一月三号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全台各地回温 北部地区高温来到二十度 中部东部高温来到二十三度 南部地区则是来到二十五度 只不过周三开始水气增多 北部东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 而且下一波东北季风又要报道 而下一波的冷空气下来比较有感觉的时间 落在礼拜四之后四五六后面的时间 又是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 六号开始东北季风又要增强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较凉 其他地区日月温差大 至于交通部分 国道假期最后一天 国道涌现大量车潮 交通部分析西部国道行车时间 是平时的三四倍 国道五号可能比平常多花七倍时间 预估从早上九点开始塞到晚上八点 高工局整理出九大塞车路段 包含国以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 中部南屯道后里以及西螺蒲岩系统 国三国五北向以及国六西向 通通塞到爆 预估北上交通量是平日年 平均的一点三倍 除了国道公路雍色为了书运交通 高铁二号下午晚上加开两班次 北上停靠各站支全车自由坐列车 希望民众多加利用 华市新闻陈晓琪张军慧台北报导